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謝謝三位講者帶來精彩的分享 那麼我們到五點之前大概有20分鐘有QA 那麼我們其實有一個QA網站 那上面有累積了一些大家的問題 那所以 那除了QA網 那等一下講者會先從QA網站算的問題 先回答大家的提問 那接下來也有內部當然開放現場的提問 那我們先請那個 Videos 那你先回應 好 這樣看得到嗎 好 就是我先回答關於租屋的部分 租屋大概有兩個 就是第一個 那我這邊先回答第一個關於資料的授權 那剛剛 這邊問的是說 那個租屋網站的資料 是要用CC0授權的話 跟原本網站取得授權 那這邊先解釋一下 就是那個CC0的意思是說 我基本上拋棄我所擁有的 著作相關的權利 對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我們今天在討論的是著作權 就是 就是我們到底今天我可以開放什麼東西 是不會去違反到原本的租屋網站的 那個著作的權利的 那 那這就是這個 在租屋的網站其實是一個很有學問 因為 我們要先討論什麼叫做著作 對 那在租屋網站裡面呢 就是 是著作的東西其實沒有很多 就是標題 說明 還有照片 意思是說 因為著作的意思是 它保證的是那個人的創作權利 對 所以今天 你說我去 如果網站PO一個說 我的房子在五樓 這不是一個著作 對 你不需要這個的智慧和創作 它就在五樓 對 所以 所以我們這批CC0去 我們的網站分享出來的資料 就不表喊標題 不表喊那個說明 然後再 所以基本上 所以 為什麼可以用CC0 就是因為講 我們有把可以分享的東西 全部都卡完 然後都分享出來 然後 最後面 最下面那個問題 我們交給金主 好 就幫你 好 這個問題 為了好複雜 這個資料開放之後解決了什麼樣的居住問題 其實如果就我個人來看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解決居住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都在 可是我們反映的是一個現象面 我覺得其實從我的角度來講 我們大家都知道居住有很多問題 可是我們有沒有發現現在的政策其實 還能都是買賣 我們現在要買一棟房子 都是從這個部分去思考 所以其實在台灣租屋這個議題 大概也是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被政府有看到 所以其實我舉一個例子 我如果大家去搜尋那個政府相關資料 你去打租屋 你只會看到一個叫做全國租屋值的那個指數 也就是全國整個台灣 所有縣的家種寫來的一個指數值 那我不曉得這個指數值 對各位來講 有任何跟租屋上的意義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沒有 它就是顯示的104、105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樣的一個最主要的期待就是說 我們先要去把現在目前的一個現象能夠去呈現 所以我們做進一步把這個資料做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做分析 比如說舉一個例子 這個分析其實會有可能是引發一些不同的效益 比如說像我們在分析這個資料 在台北市因為我們用22K 用國際客戶單租屋資金30%也就6600 各位在台北市6600的租金只占5%不到 在台南市有六成都是6600以下 其實縣市有很大的租屋市場的差距 所以某種程度我們就可以依照這個差距去衍生 符合不同縣市的政策性 就比如說如果以台北市這種狀況 那我們其實就會認為社會住宅可能在現在這階段 不是一個必須馬上推動 當然它很重要 可是如果就政策的支援上來講 我們會認為如果租金補貼跟社會住宅我會選擇租物補貼 為什麼 因為大多數的人如果你讓他有更多的租金的能量 他可以進到市場裡面做更多的選擇 那如果你在台南市來講 我們在想6600大部分都是6600以下 所以他的問題在哪 租股道 也就是說這些面臨社會排除性的 比如說生育大利者 擔心的婦女 或者是中高年的這些人 事實上他是連租屋市場都進不去 那我們反而覺得說如果以台南這種現象 我會比較期待是從社會住宅角度去解決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群人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他可能租不到房子 所以我們會希望有這個部分 所以其實這些資料我們目前沒辦法說 我們解決什麼樣的一個住肥的問題 但是我們期待從這些資料分析裡面 去看到不同區域的現象的一個問題 然後提出合適的根本 這是我懷疑 謝謝進出 然後接下來還有三個問題 是你跟Rex的關於 好 所以其實他比較像是建議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說 像之前封了超級超級久的雪山溪陵 然後一直沒有錢去修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忙點吧 就是我想我們必須要認真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山路一定會一直崩壞 所以你必須要對他一直得同事 對他一直得同事 那現在的狀況是 由於這條路 他在國家生理公園裡面 他在雪芭果園裡面 所以一般的山友是不能自己去 所以我會維修他 受限於生態保護法的一些規定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就必須要大家要認同 要認同一個事實就是 其實山友們會希望說 自己有沒有能力可以去回顧這條路境 然後自己透過一些資訊方法 去告訴其他山友說 這條路有問題了 暫時不要去使用它等等 法規上的問題是說 今天這條路在國家公園裡面 就會有國賠的責任 因為國賠的責任 所以國家公園不可以 把這條路開放出來 GAP 山友使用 這是一個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他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透過利包園的牙裡區 找出更多預算去求找 這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覺得它是一個WalkRound 從公園設計程度來看 它是WalkRound 它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是不是有什麼方法 可以解決這個國賠法的限制 因為它不是一個大眾路線 它是有一點難度有限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責任 為退給山友們自行 這個是社會大家一定要思考 所以現在那裡是一個時間 那第二個部分是保險公司 其實是有預算 他才不想要收山友的錢呢 所以當初在討論這個保險的時候 我也不邀請他們來 他們根本不想出席 因為我已經有預算 我不缺錢 為什麼我要找自己麻煩去收山友的錢 它是一個不穩定的收入 我要定預算 我要去找人出來處理這個帳戶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困擾 所以在當初上討論的脈絡之下 保險不賠了 然後這個月發生的夜深警的案件 所以南投消防發文給中央機構 要求他們提供一個費用的清單 清單數法200多萬 那我們再來看接下來國家的處理 有可能中央機構是不收的 那這裡請就要回退從夜寫成 現在我們的菜式是怎樣 但是不知道最後為什麼出 那之前的問題就是國家我們不想收 因為我們已經有預算在為什麼要保險 GPS的部分 它有提到說有些機構我們有在輸出 然後我記得好像是台中還是哪裡的消防 的確是可以讓你進 就是你上山前可以讓你進 但是作為一個倉業者的立場的想法是 今天如果你使用一個其他人的裝備的話 你對他陌生 你就不會 你可能就會戳得死 所以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希望用最低的方式跟門檻去使用定位的工具 現在我們的推廣策略是 就是讓你用原本的智慧機手機 來使用定位的功能 在這幾年我們把地圖所的手機做得好一點 比較容易使用之前 是必須要靠資本地圖 靠資本地圖 靠資本地圖 那個東西對大門檻來講是很困難的 但是現在用手機來拍 我跟顧客們很一樣 知道點下 就知道那什麼地方 就知道方向 所以最近可以大部分 降低那個跟山友的一個風險 第三個部分是 不管不知道沒辦法缺山友 不知道要哪些山友股市製造 其實我們也很煩惱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也不想要遭到一個煩惑的會員 他如果準備不準還是體力不夠 我在山上或是很頭痛 那其實我今天沒有講到一個部分是 我希望可以開放API Open Data 給外面才使用 其中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我有很悲觀的不認為政府資訊標案 可以做出一個能有山友系統 因為這個是一個政府法規的限制 所以他可能沒有辦法像民間 那麼有彈性的可以去 反應一些需求的變化 我希望這件事情可以交給外面的人 那我也希望這整件事情 發生讓計畫去讓民間 激過來做事情可以產生出一個健康自然性快樂 包含了你在申請的時候 你可能要考慮你要保險 你要找人去接駁啊 你要併協作啊 其實這些其實是有一些利益存在的 外面的這些公司 他其實可以透過這些不同的收入 去進行這個網站 我希望他是一個健康的群網 好 好 那另外一個部分 是我希望外面的這些網站 在建這個系統之後 他可以採用一些遊戲化的概念 遊戲化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我們希望 山友們是徐序漸進的在網 他不要越幾趟拐 你不要我現在才爬回家 你不要去趴那種很難的重種 很容易出事情 我們希望你徐序漸進的 那透過界面上的一些設計 跟一些遊戲化的設計 我們可以鼓勵人們去盡可能去組隊 透過組隊的方法去學習其他自身山友的技術 然後你先從教三還是中 教三習慣才的中級山 再往法院 再往眾所去 一步一步的整 有這樣的系統之後 其實山友在尊重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到底有多少成員 他有一個紀錄戰 我不用擔心我網路上萬救 結果救到一個盤問 但現在當領隊其實是 有蠻重的法律責任戰 所以現在他會要求你要有 急救的證照 你要有人隊的能力 如果你在山上你的隊友死掉的話 你會不會告上法律 其實現在對你們來講 承擔你對整個證明其實是相當的 我希望回答是有個問題 OK 好 謝謝 那個問DBL怎麼聯絡的 我們就不回答 接下來是通過的問題 那個食物食材的使用者 是使用者的輸入了 要怎麼樣知道說 哪一個是正確或錯誤對不對 我們現在的做法其實是 用魔物比對的方式啦 但是沒辦法百分之百的 就會match到 那因為他魔物比對完之後 會把所有關係到的食材會列出來 然後使用者再去點他所看到那個食材 目前的方式是這樣 你說如果要說完全百分之百對的話 我真的還沒有這個把握 因為那太難了 因為大家在形容食材的過程裡面 其實會有不一樣的形容方式 譬如說蔥跟輕蔥到底是一樣的 可能是一樣可是不一樣 你不知道他講的輕蔥是大蔥或小蔥 或是怎樣來蔥 對啊 這因為人的自然原理沒有太多魔物性存在 你真的要百分之百去對到的話 是有他的困難性存在 我們只能盡量的去滿足 在使用的介念上面的需求 然後讓他能夠找到他要的資訊這樣子 OK OK 好 除了在那個slide上的問題 我們現在也歡迎大家現場可以提問 好 兩個問題 是中原位資訊所公務員 一個問題是請教建築大陸 另外一個是請教公務大陸 請教建築大陸問題是說 因為勞政其實不是只有 針對說租屋的議題會有興趣 那其實很多跟勞工相關的議題都會有興趣 那有沒有什麼類似的計畫正在進行 就是做類似這種open data的東西 比方說我想大家很關心的就是 薪水這件事情 那當然薪水這件事情 好像並沒有太容易找到一些 我會在那邊去找一個東西 好 那這個就是想請教建築大陸 就是有沒有這類的計畫正在進行 那請教公務大陸問題是說 剛才您的投影片裡有提到說 就是包括農民的一些灌溉啊 那些食肥的記錄通通都會在上面 那我個人想得到的情況 想要得到的情況是比較悲觀一點 因為其實如果就像施肥啊 膠水啊這些比較細節的資料 如果全部真的都弄得上去的話 那我想大家都當過兵吧 就是類類的問題其實 對就是類類的問題其實就比較麻煩一點 那如何在 如何在巨細迷移的資料 跟真實的資料之間達到平衡 想請教公務大陸的問題 好 那我先回應 事實上應該這麼講 其實我們有很多想做 可是可能現隱我們對於現在科技的 不是那麼靈近 我不曉得說有個想法 到底可以透過科技可以做什麼 那個處理 那事實上你剛才提的薪資 現在有一些 一些人他們又透過有一個網站 叫做叫他們來收集這個資料 不過從我的角度 我其實還蠻想知道一件事 我翻遍了所有官方的資料 我找不到縣市點的平均薪資 跟薪資眾位數的資料 欸各位聽得懂嗎 縣市點 我們永遠只有全國的薪資的統計 就是把平東把台北平均起來 然後給你的數據 然後跟你講說 平均薪資5萬多 然後搭就比你嘛 好 所以問題是 我們其實在這個資料 我們其實官方的一個 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找不到區域型的 這些細節資料 其實我們很難看到 到底整個區域跟鎮壓發展的 一個落差在哪裡 所以其實這算是一個 用一個坑嗎 就是說我如果想要 進一步去做這一塊的話 那我們其實也不曉得 怎麼去處理 因為官方的資料看起來 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那有什麼樣的途徑 是可以透過科技的方式 可以去做什麼 這也是我們想要學習的 就是說 如果各位有好的idea 覺得說 有可能回應到我們這一個 資料的這個需求的話 請跟地歐的那個 方式通常 謝謝 歡迎大家跟我聯絡 謝謝 謝謝問題 那其實我回答會是這樣子 就是說 如果你要讓這個資料 戳越少 然後戳降低 然後越正確的話 其實就是不要讓真的農夫 這麼費工的輸入資料 這是最快的解決方式 那這問題就來了 你不讓農夫輸入資料 那你怎麼樣得到資料 其實最近的新農業的計畫裡面 有一個台大 台大其實我們就要進行一個實驗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利用傳代式裝置加上IoT 然後去偵測農夫的農作行為裡面 然後收取到資料 然後再配合blockchain的技術 不要讓這些資料 這些操作能源操作的資料 在分享過程中 能夠比較有保密性的傳輸到整個SERV 這樣子 那他是一個實驗性的資料 也只有應用在 目前是應用在茶葉上面 因為茶葉的單價比較高 他做這個事情比較容易 那你說能不能普及 以後不能整個普及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實驗要成功 第二個成功之後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才會有辦法慢慢走下去 那我的概念還是一樣就是說 我們很多許多科技的方式可以使用 去改善農民在這個過程裡面的資料取得 那就要看我們政府要花多少心力 在這一塊上面去做改善 建議是這樣子 好 由於事業關係 我們再開發一個問題 喔 有問題 Rex Rex的問題 所以有沒有其他不同的 其實我們現在的狀況是 我們有好幾個不同的管道 包含了線上的交產 然後跟線下的一些培訓 那其實我們發現他的族群 都有很大的區別 我現在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統計 在不同年齡的狀況之下 其實我會發現比較年輕的族群 他如果 會 他是一種比較高的話 他透過線上的能力 他自己就會有 他甚至根本不用看文件 大陸下來按一下 就開始形容 這是一種 但是如果是年齡比較高 像是我最近有做幾次那種 Map Party 然後裡面的年紀可能從 二十幾歲到七十歲八十歲 都有 你不要以為七十歲八十歲很高喔 他總會被我打到兵 但是他們對於自信素養的能力就沒有了 他們需要有很多的區域 然後要告訴他們很簡單的方法 例如說我剛才講了一個 所謂的救命的紅色線 就是針對這個族群所設計的 因為所謂的救命紅色線 就是你不要搞什麼大地坐標啊 頭暈的什麼GPS 什麼衛星的地方 不用記這麼多 你就按個鈕 地圖上出一個紅線 他就走 如果你走歪了 看了紅線走歪了 就這樣 很簡單 所以針對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的一些教訓方法 然後針對這些族群 我們也有一些 想辦法去降低那些APP 使用的狀況 因為OSM只是數據 我們在前端的APP 其實可以有不一樣的實作跟做法 希望這樣回答到問題 好 還有三十秒 我再看看一個問題 有沒有現場的問題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好 我暫時表回 好 就容我暫用最後三十秒 事實上我也知道 地方那個地方的親自報告動力 這些確實都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也必須要泡出一個問題 大家還記得 然後那個勞基法第二次修法的時候 我們的行政院長講的什麼 中南部的勞工需要加班 這一句話我們講頭也 那中南部的勞工薪水有多低 低到需要加班 我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統計 所以我還是必須要強調就是說 很多的資料政策 它實際上跟這些統計資料跟數據 是相連接的 如果有更多的資料的掌握 你也比較好去buy 或者去做一些政策上 可以進一步的再去做被動 好 那我期待大家一起 集資管理也一直想想 到底這個問題 有可能怎麼樣來解決 好 謝謝 謝謝 剛好五年啦 那個花樣的時光 過得總是特別快 又到時候講拜拜 那我們今天的session 就到這個地方 如果各位還有什麼問題 想要來問我們三位講者的 那請大家歡迎到台前來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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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